关于这个群组的大小如何影响这个集体行动和其结果这个问题呢 我考虑了很久 然后就去查文献 然后就发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争论 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 有一些研究人认为这个群组大小和这个集体行动的关系是一个正相关的 随着这个群体大小的增加呢 搭便车的人会越来越多 而有另外一些研究人认为这个关系是一个负相关的 就是说和小的群组相比 大的群组通常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加强这个指法来减少搭便车的人 而另外还有一些研究人认为呢 这里实际上没有一个显著的关系在这里面 我考虑了这个问题很久 然后突然有一天想起呢 物理学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争论 就是刘顿和惠根斯关于光的玻璃二线性的争论 就是说这个问题 刘顿和惠根斯争论了很多年 最后呢发现光其实既有粒子的属性也有波的属性 所以说他们两个人其实都是正确的 这个让我想到了呢 在我们这个问题里面呢 所有的这些争论呢也有可能是正确的 于是呢我就去检验这个讲说 后来我们成功的用词经验的数据证明了这个讲说 说明它这个关系呢是一条非线性的曲线 而取决于你观察到的是哪一个片段 所以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如果你看这个整条曲线的话 就发现就是它所有的这些真正的都是正确的 而它的那个最大的值呢就在这个中间 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呢 研究这些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呢 你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采取一个全局的角度 这样呢你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大局 否则的话就会像那个盲人摸像一样 你只是看到一个片段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有点儿子有点儿子有点儿子的结论 这个 infinitely没有存在 olduğu 这个问题是一个真正的 远的进行厚 所以我们的 appliING是一个 准备的那个压力 这个问题就会像一下 其实没有这种有点儿子的 但是我们和我们之前 我们现在开始了